Hello,大家好,我是杨丽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关于我们这个车子的ETC的问题 我们之前不是有很多次进高速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个ETC是不能用吗 我们包括我们当初办的时候是在成都办的 也是跑了很多家银行 最后呢才办了一个ETC 他当时是把设备是寄给我们的 我们自己装上去的 因为他说这个设备是很简单的 自己装上去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车子比较大 而且那个是着急出门旅游 所以我们就让他寄给我们 但是寄给我们之后 我们自己装上去了 而且所有的设备一切都是显示是正常的 那么经过我们这几个月下来 所有的高速口都是不能用的 它显示是未检测到标签 这几天呢我们跟客服人联系了一下 客服那边呢又重新帮我们激活了一下 激活呢设备各方面全部都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不能用 跟客服反反复复差不多有联系了很多很多次 那么最后客服给我们的一个处理方案 就是把它注销掉 注销呢他说让我们把这个设备首先寄回去 然后再附带一张那个A4纸里面写好我们的一些个人信息 以及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寄回去之后 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再给我们回复是否确定注销 注销了之后 那么我们准备我们这几天不是在林波吗 昨天我们也去林波建设银行问了一下 建设银行说只要是六座以下的 你办ETC都是可以的 让我们到时候这个注销完查看记录是确定没有ETC之后 我们再到这边的当地的银行再去办一个ETC 所以就这样子 那么这个ETC的事情经过了半年 我们终于把它处理了 等会我们就把这个设备寄走 然后过几天我们重新去办一个新的ETC 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然后现在我们等快递过来拿快递 哈喽我们前几天不是把ETC注销了 然后把设备给他寄回去了吗 他说叫我们三天后在中国ETC上面查询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 我们查过了没有了 那么银行那边我们问过了 我们准备在这边银行重新去办理一个ETC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东西带好去银行 看看能不能顺利的办下来 我们下午去银行那边去办理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ETC的我们已经装上了 本来原先的我们是装在上端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装在上端的原因感应不到 这也是他给我们装在了下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现在给我们装在了这里 看得见吗 这个位置 这个怎么扒起来 不会在下面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好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上高速的时候去测试一下 到底能不能用呢 如果能用的话 那么就时隔了半年 我们的ETC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如果不能用就再说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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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